临命忠实决定求生西方 得忠品忠生 亲近阿弥陀 正无生人 仿实方界 化诸友情 贤离恶趣 同生极乐 随喜大家 八观人界 受持圆满的功德 大家都获得了 往生极乐世界 忠品终生的资粮 我们从佛的认知角度来讲 我们每个人都相当于 可以脱离六道轮回的痛苦了 这都是因为 有阿弥陀佛的愿力 以及释迦牟尼 给我们传辞殊胜的法 每次八观人界 也都有无数的阻碍 困难 业力显现 当然有更多的佛力的加持 感应的殊胜 大家能够守完八观人界界 能够来受持八观人界界 这本身就是我们所有参与八观人界界者 我们有这样的福报 有这样福报的显现 才能完成这个八观人界界的修行 所以说这个八观人界界 它本身是你无数式供养诸佛 供养三宝 供养阿舍利 无数次的那种 无数的供养的激烈的结果 让我们今世能够听闻极乐法门 能够受持八观人界界 能够圆满的 把这一天在准提佛母 昼力的加持下 让我们威意无缺 受持八界界 那还有善导大师 专门把忠品众生 挑出来 加持我们 让我们能够达到这种 预言解脱 并不是所有受八观人界界的 它都回向网上纪的世界 求生网上纪的世界 并不一定 很多人知道八观人界界有这个功德 那么我们这里 还有感恩善导大师 能够把观无量受星 弘扬给我们这样的殊胜的功德 同时随起大家 受持八观人界界 这样的功德 虽然八观人界未因 能够让我们具有 终品终生的资料 但是高老师现在强调 其实八观人界界是一个果 是大家有福报的一个果 无数次修行 积累福报的一个果 这个果就是让我们能够完成 这样的殊胜的八观人界界 那么就像我们准题理念说得到 我们要首先解决生死问题 保证自己能够往生西方人界的世界 如果我们能够每天念诵观送集 念诵准题咒 特别是观送集中 我们普贤学院品每次都回向极乐 这就相当于你每天都在读诵 大乘方广经典 回向往生极乐世界 那就可以得到上品下生以上的功德 所以说从某个角度来讲 只要你进入学院这个体系 你学院解缘就叫预言解脱 念诵观送集 就能够保证大家 最少是上品下生这样的功德 这是预言解脱的这个层面上 大家就有了上品下生的功德 也有中品中生的功德了 所以说可以给大家是双层保险 随起大家的功德 给大家开始到这里